代表美國民主黨叫出2024白宮大位的候選人 近期接受媒體專訪大大方方的談論臺灣問題 但這個態度真的是延續現任總統拜登的對臺政策嗎 相較拜登民調震盪之際對臺態度漸漸強硬 賀錦麗接棒參選把民主黨的台海基調校正回歸 但如果只跟自己比對臺海的想法倒是從一始終 賀錦麗這回接受美國新聞節目專訪 俄乌伊朗甚至是中國每個問題她都正面迎擊 對中禁逐關係賀錦麗依舊認為是21世紀 美國最該贏下的零和遊戲 美國總統大選倒數強權之巔即將改朝換代 對各方態度只是矚目 三菱新聞報導